Hello 大家好 我是超级奶爸Kip 陈君凯 那今天要教大家这个游戏呢 是适合9到10个月的宝宝一起来玩 那这一段期间的宝宝呢 其实他们开始一直在去探索这个世界 开始想要碰很多新的东西 而很多的父母亲人也进入了一个户区 就一直到玩具店买很多新玩具给宝宝 而宝宝偏偏就是碰了没多久就不要再玩了 那今天教大家这个呢 其实你只是需要在你家里找到这些用品 就可以跟他一起玩了 那这个游戏呢是可以训练到宝宝的这个因果推理能力 它的排序能力还有它的认知能力的 那需要准备的东西呢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就需要在厨房呢准备不同大大小小的这个碗叠 尤其是可以的话是塑料碗或者是铁碗 记得千万不要准备玻璃碗哦 然后呢就可以让他知道说 每一个碗叠其实就可以这样子叠叠叠上去的 步骤也很简单 只需要把所有的碗叠呢 放在他面前从小到大这样子排序 然后在他面前示范一次 一个一个这样子叠起来 之后呢 再引导它去学习你的动作 当它知道怎么去叠放的时候呢 第二个步骤你也可以 就是在教它如何 再把它放出来 然后再重新叠回去 再放出来再叠回去 重复这样子的 当它已经熟悉了 这几个碗叠跟它 怎么去叠放的时候呢 其实下一个步骤 你也可以去尝试 就加入一个新的形状 或者是不同大小的碗叠 再看看它会怎么去处理 最后的温馨提示呢 记得就是不要用玻璃 或容易割上宝宝的 这些碗叠来进行这个游戏 就要祝大家玩得愉快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及分享 我是超级奶宝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记得点赞订阅 зн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